你不能再把Namda雷-1再講一遍不行 因為再講一遍答案是一樣的 重複了剛剛的答案沒有意義的 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我有重根的問題 所以矩正解法裡面必須要考慮 另外一個答案是 有多乘上一個x的狀況 就是把這個答案多乘上一個x的狀況 這個答案剛剛是寫1 2分之1 這邊寫exponential的-x的形態 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要修正你第二個答案 修正的方法就是多乘上一個自變數 沒有錯這也是乘上一個自變數上來 但是因為它是連例的問題 它是有y1y2的這個連例 y1y2單位之數的這個連例的問題 所以它會有另外一部分 必須要考慮到 這個你也可以從這邊來看 首先多乘上一個x的倍數關係 也是1比1分之1 有沒有 有乘上x的 有乘上x的是1比1分之1的關係 1比1分之1的關係 但是還有一些東西多出來的喔 這有多一些東西出來的喔 為了要顧慮到多出來的項次 我寫成u1u2 一定要加上多出來的項次才可以啦 多出來的項次 它也要乘上指數函數啊 我就現在考慮到多出來的可能 這是用矩證的解法 解這個重甲問題的時候 需要遵守的原則 有同學覺得說是怪怪的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第一個方法 得到那個答案的寫法 確實有必要去顧慮到這個-1分之1的可能 那個-1分之1的可能要顧慮到的話 就是要加這個u1u2的這個矩證進來 把這樣的一個假設的答案型態 帶到原來的方程式裡面 去算出u1u2是多少 帶回原式 目的是要求u1u2的矩證是多少 原來方程式在上面 再寫一次原來方程式的樣子 原來方程式是 左半邊是y1y2的一次微分 右半邊的話是1-4 1-3乘上y1y2 這個就是所謂的原來的那個方程式 微分的方程式 我把它帶到原來的微分方程式裡面 來算一下u1u2到底是多少 而且我要強調一下 u1不是x的短數 u2也不是x的短數 它是常數喔 這邊有看得出來 u1是常數 u2也是常數 要看一下到底 所以它跟之前的方法 得到的那個答案的對應關係是什麼 這樣比較好理解 好 把這個帶進來了 把這樣的答案帶到這邊來 所以 這邊就是x乘上1 2分之1 乘上exp-x次方 加上u1u2的常數 乘上exp-x次方 微分一遍 好 等於 等於 右半邊的 係數矩陣 乘上y1y2 好 y1y2再寫一遍 x乘上1 2分之1 再乘上exp-x次方 加上 位置的這個矩陣 1u2是我要算的 位置的 再乘上exp-x次方 好 然後來微分一下 從這個矩陣解法的過程 我就可以感受出來說 矩陣解法不太容易 第一個 你需要知道它那個 怎麼樣修正 你要知道從根的時候 要怎麼做修正 然後 整個計算流程也算是比較辛苦 相對於一個方程式 只包含一個位置數的方法來說的話 整個流程算起來辛苦了一些 所以我個人是喜歡那個 第一個方法 就是讓一個方程式 只包含一個位置數的那個方法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那個方法 好 我們完成一下 算一下u1u2 將來的u1跟u2 可以是0跟-4分之1的關係 算看看 好 這個1u2不用微分 但是這個x乘上指數元素 就是變成兩元素相乘的問題 一個微前面一個微後面 好 寫微x的話就得到1 我現在寫的是 先微分這個x 那就寫後面這個就好了 好 接著我微分後面這個指數元素 這個指數元素微分的話 微分出一個-1 所以是-x乘上1 2分之1 再乘上exp-x次方 好 這個微碗 再微後面這個 u1u2是常數跟微分 指數元素微分的話 微分出一個負號到前面來 好 再乘上exp-x次方 好 好 然後這邊我要把它整理一下 我的整理方式是相乘 這個2x2的矩陣跟這個2x1的矩陣把它乘開來 好 所以它會等於x乘上 好 好 這個第一列乘上第一行 1乘上1-4乘上2分之1 1-2 1-2-1 好 第二列乘上第一行 1乘上1-3乘上2分之1 1-2分之3-2分之1 好 好 再乘上exp-x次方 好 再乘上exp-x次方 再加上 好 這一樣把它乘開來 第一列乘上第一行 所以是 u1-4倍的u2 第二列乘上第一行 所以是u1-3倍的u2 好 後面再乘上exp-x次方 好 好 然後想想看有哪些東西要做對應 好 我剛剛有看到說 這一項 其實就是這一項 所以這兩項可以抵消掉 等到左右兩邊都有這種項字的話 就把它抵消掉了 好 那 左邊的係數要跟右邊的係數對應相等 像這個1-u1對應到U1-4倍的u2 現在就馬上對應相等 好 好 這裡有一個1 這裡有一個-u1-1 這個上面的跟上面的對應 会对应到U1减掉4倍的U2 底下的会跟底下的对应 这个1分之1减掉U2 会对应到右边的U1减掉3倍的U2 两个方程式解两位之数的问题 我们解看看 这再整理一下变成 左边离到右边去 两倍的U1减掉4倍的U2 等于1 这个移到右边来 所以右边留下1 另外的话是 这个U1 这个移到右边来 减掉两倍的U2 等于1分之1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是同一个方程式的问题 没有错 如果你算对了的话 到这边会发现 这是同一个方程式 那我怎么算U1U2 不是两个方程式解两位之数吗 对没有错 但是这个问题 U1U2的答案不是唯一的 怎么说 不是唯一的怎么办 好 我们就挑上面这个来讨论就好了 好 我挑上面这个来讨论 我的意思是说 例如我可以选择 U1是0 我选U1是0的话 我的U2就是 负的四分之一 这个答案就是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U1是0 好 U1是0就上面这个地方没有 这个单独乘上指数元素的 负X次方的像式 就像这个写法一样 好 U2是负四分之一的话 就这个乘上指数元素 在这里哦 负四分之一乘上指数元素 有哦 这是我前面那个方法得到的答案 好 不止这个选法哦 这选法很多种 不止这个选法 例如我可以选 U1等于 1好了 U1是1好了 好 一到右边来变成负1 所以U2就是负的四分之一 很多很多可能 确实没有错 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个C2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 你的C2可以改成 例如改成C2 star加1 例如改成C2 star加四分之一 类似 类似这样一个概念 你可以在这地方去调整你的C2 就相当于我在这边调整我的U1 U2 确实有很多种可能的意思 好 我就选这个就好了 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好 选其中一个 所以 代为我这个Y1 Y2的答案形态里头来 好 所以我的Y1 Y2的答案形态 就可以表达成 好 这个有 这个乘上一个X嘛 乘上一个X 再乘上1二分之一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字方 现在的U1 U2算出来了 好 我把U1当作0 我把U2当作4分 负的 负的4分之1 好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字方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答案 我两个答案都算出来了 好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只有这一部分的写法了 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这边的这个写法 好 最后把它叠加起来 好 现在写到这边来 所以 我们的通解为 我快要算完 通解为 这个 Y1 Y2 的这个答案等于 好 刚刚的Y1在这里 这叫Y1 好 Y1要 这叫第一个答案 讲第一个答案好了 好 这叫第一个答案 刚刚第一个答案在这里 第一个答案乘上C1 好 加上第二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在这里 第二个答案乘上C2 好 底下这边就不写了 好 第二个答案乘上C2 第二个答案要乘上C2 第二个答案在这里 刚刚这边 好 它就是 X乘上1 2分之1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字方 好 再加上0-4分之1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字方 好 同学们看到这个答案的写法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方法 算出来的答案的写法 一模一样 好 我们没有算错 我们算出来这个答案 跟之前那个方法算出来的答案 一模一样的 好 就是用矩正解法来解题目的 一步的话 真的是比较辛苦 同学们参考看看 看你喜欢用矩正解法呢 还是喜欢用那个 一个方程式发明过去之数的方法 请同学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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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